这十几年国际非法移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今天不可不知三件事就跟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个议题 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最新报告显示 目前全球将近有1亿20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 也创下历史新高记录 这已经是连续12年上升 几乎是2012年的三倍 光是前4个月全球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 每个月以近百万人的速度增加 当然除了因为经济因素 气候变迁再加上国际地缘政治变化 如果战争没有缓和 这个数字恐怕还会持续上升 2011年历经阿拉伯之春 为了躲避内战 有数百万人远离家园 他们从非洲、南亚和中东地区 经由地中海或是巴尔干半岛 进入欧洲寻求庇护 不过这一段旅程的风险真的太大了 15年来已经有2万多人在地中海逆避 或者是失踪 2015年这张照片 震惊全球 画面这一位叙利亚男童 艾兰才三岁 跟着家人逃难 结果相扑艇意外翻覆 全家除了爸爸之外 全都溺斃 那么这一艘橡皮艇 只能搭6人 却是应挤了20多人 而来自叙利亚的 马蒂尼 她搭乘的是逃难橡皮艇 在地中海抛锚 当时她17岁 就跟着姐姐一边游泳 一边推着橡皮艇 一路游了三个半小时才在岸边获救 后来马蒂尼成了奥运游泳选手 还被教宗接见 她的人生故事被改编成电影 还被People杂志评为 改编世界的25名女性之一 至于超级名模艾利克维克 她在1983年的时候 南苏丹内战时 逃离家乡前往英国伦敦 后来学服装设计被星探发掘 在白人主导的时尚界 成了闪耀的黑珍珠 被称为非洲女神 更是第一个登上知名杂志封面的 非洲model 那么今年的巴黎奥运 也有一支特殊的难民代表队 是来自叙利亚 苏丹 伊朗跟阿富汗的11个国家 总共36名难民选手参赛 这是继2016年里约奥运 以及2020年东京奥运之后 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的 难民代表队 同时也是第一次 有专属的logo出现 他们在颠沛流离的生活当中 展现坚韧的毅力 而且传达希望的讯息 不知道这些正向的故事 是否激励到你呢 欢迎大家留言 一起替他们加油